1 2 3 開 1 2 3 開 西方的時尚界為了要防範女生 所有的模特兒 為了要保持自己的身材過瘦 而傷害到健康 所以他們開始要求 如果模特兒太瘦 就不讓妳走伸展台 康熙來了為了要賞應這件事情 以後女生只要不超過60公斤 就不可以上我們身材 對... 我可能發不到藝人 妳自己也可能要回家了吧 對 可是我一直都是秉持著 很健康的瘦身法 妳這種講法 也是很討人厭的一種 沒有 可是吃六七分 就是別人都受到傷身 然後妳還在那邊健康對不對 沒有 用我的方法一定瘦得下來 而且會很長瘦 六七分飽 妳這樣講我腦中都浮現 妳80歲還在講這句話 好嚇人 妳知道我每次跟那種 想要減肥的人說吃六七分飽 他們就說 那我哪知道怎麼樣是六七分飽 這種人就是她無心減肥 就是自己不要 對 她一直在抗拒那些好的方法 OK 我們今天要請了四位秀之女明星來囉 今天康熙來了四位演藝圈最瘦的女星了 她們每個人的體重在一般人的眼中 可都是骨瘦如柴 好像經不起風吹油 但在三位評審的眼中 這四位女星到底是她們天生體質的問題 還是為了當明星不得不如此的瘦呢 S哪一位看起來就是受到傷身的 還好嗎 真的 她腳還好老 結果她會從側面出來是不是 我也覺得OK 妳可以撐得出來 對 妳可以做壞事沒關係 我幹嘛做壞事啊 我乖得很 我覺得還好耶 我 因為其實我還是那種滿愛吃 而且我吃的話還是會變很胖耶 我最胖到五十...五十六公斤耶 你又到五十六公斤吧 大家都覺得說不可能對不對 因為我這麼胖的時候 我都不出來上節目的 可是妳得過厭食症 也得過厭食症 為什麼會得厭食症 我覺得好多女生好像聽到 別人得厭食症 是不是有種錯誤的想法 覺得很令人羨慕說 她都不愛吃東西 沒有 我覺得厭食症 是我很喜歡讀的故事 為什麼 我就很喜歡讀那種就是 她得了厭食症 然後最後變得像骨頭一樣 然後又如何變成正常人的故事 我覺得很精采啊 可是厭食並不像她表面 這兩個字所表現的就是 她討厭食物對不對 她其實是不能吃... 她是想吃也吃不下去的意思 對 吃了會痛是不是 因為就是憂鬱症 可是當時我不曉得 憂鬱症是什麼 但我覺得我的心有生病 後來嚴重的時候 就變有點躁鬱 開始先摳我自己的 就會掐我自己的手指 然後再來更嚴重就是 其實我都知道我會餓 我三餐也會想要吃飯 可是當我出來跟公司 出來工作的時候 要跑校園那時候嘛 可是一吃到東西 一到那個舌胎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反胃 對 就好像比如說 我現在不吃牛肉 突然間你叫我吃牛肉 我就完全想吐的感覺 所以不是因為減肥引起 是心情不好引起的 心情不好引起的 那時候厭食證的時候 妳有在心裡偷偷想說 好棒 我這樣還可以瘦是不是 沒有耶 我很想吃 可是我不能吃 可是我想說好吧 既然不能吃就不要吃算了嘛 對不對 然後後來是我好了之後 我媽媽跟我說 我在我家鏡子面前 看鏡子說 我好胖 我大腿怎麼這麼胖 就是已經有點病態不正常 這個是妳嗎 對 這是我瘦的時候 大概三十五 三十六公斤 這一點都不像妳耶 對啊 對 最瘦的時候 這是厭食證的時候嗎 其實在生病的時候 然後就被公司硬說 要拍宣傳 可是看起來也沒有 那就很可憐 都是走酷酷這種掉的掉 我都不能笑 好 今天我們要研究一下女明星呢 如果把自己身體弄壞了之後 是不是真的可以保持 一個比較好的身材 是不是滑得來 我們就邀請了三位老師 在旁邊做見證 其中這位 我不曉得為什麼在這裡 我們歡迎任杰玲老師 請問妳在那邊幹嘛 妳在那邊幹嘛 異胖 異胖的代表 妳是路人的立場是不是 也算啦 妳可不可以站出來一下 我們看一下妳現在的身材 妳常常在購舞台上電視 什麼 可是妳是不是比之前瘦 沒有耶 要嗎 請問這樣有胖嗎 妳看到沒有 大家說我身材好 可是很奇怪啊 我在電視上看起來就很胖啊 沒有 這樣子跟路人比的話 是很正常 可是如果跟女明星比的話 是有一點點肉 妳看她手臂跟大腿 手臂啦 大腿啦 唇部 不要啦 好男人喔 筒筒妳 筒筒妳在幹什麼 筒筒妳在幹什麼 筒筒妳怎麼這麼瘦 妳幹嘛把自己搞成這樣啊 好羨慕喔 我有運動 而且我的是肌肉 哪有 我真的是肌肉 我看 真的耶 任杰玲現在很倒楣 她站在她旁邊就會被比 快點拍她攏 我看 看起來很壯對不對 那S妳吃的是要去桃桃旁邊站嗎 來嘛 沒有啦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現在那麼快就過來 我先看一下 有壓力喔 OK嗎 有壓力... 還好啦 還好啦 沒有 我跟妳講 這樣她吃虧 感覺妳身材是小孩 我才是女人 沒有啦 好有心機 是小孩對不對 妳這樣太瘦了 妳這個路線在演藝圈是什麼路線 就比較陽光派的 小胸部啦 對 比較陽光派 一排都是 可是因為像比如說 妳要強調有健身的話 感覺就會比如說Coco內心 妳的話就是一個瘦子啊 對 可是我覺得我很陽光啊 可是她運動能力蠻強 因為我們之前同公司 然後她上一些那種運動型的節目 都很厲害 然後是闖關高手 而且剛才醫生也有講過說 其實我很適合去當那種人體模特兒 就是講解肌肉線條 真的嗎 好 我們還有兩位老師 是陳麗萍老師 陳松浩老師 兩位 陳松浩教程師 陳麗萍是營養師 妳說她的肌肉是... 其實在那個統統看起來的話 我們在體子裡看起來是發現 她肌肉量還算是還不錯 是真的有在運動 對 所以她這樣沒有過瘦嗎 看起來 是有過瘦 陳麗萍先生 妳現在覺得 台灣是不是女明星倡導的瘦 會影響到大部分的人 女生對自己健康的要求 會 我想很多人都是會把這個 當作一個偶像的崇拜 就有違者亦弱式的情形 下去跟進 所以其實大概可以 稍微放寬一點點 是會比較好一點的 那你覺得我提倡的那個 六七分飽是不是很健康的減肥 這個很好 對 很好 知道 女生瘦不表示她會 尚為會縮小是不是 絕大多數的時候 在瘦下來過程 因為我們身體的脂肪 是一整體的 所以瘦下來過程當中 多多少少都會影響到 那妳為什麼還會當選那個 性感胸部的第二名 因為我懷孕過啊 乳房至少都比一般路人大吧 真的嗎 懷孕過有幫助 有 不要鬧啊 所以真的 懷孕過就不會縮小 其實還是會再縮回去 但是不至於會縮到 像他們那樣 什麼 像什麼 什麼 像什麼 幹嘛 妳不錯啊 孫婷 妳今天怎麼搞的 我今天就自從上次那個 被我們教育過之後 我就覺得很重要 你們要學 真的 小雄不出來走演藝圈 很難看 對 很難看 妳如果沒有上那一集 妳也是跟我們一樣好不好 對啊 如果上那一集之後 真的 禮物力超強 我看心裡比一般女明星 花了將近要一個小時在喬秀 真的好累喔 是喬才... 喬 真的 那上次那個眼景教妳的招數 都用上了 可是眼景還是真的很厲害 陳醫生 請問這四個女明星 看起來誰的健康 第一眼看過去會不好 其實化完妝之後 看起來氣色都非常好啦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 從那個分析的報告下來看 我也說健不健康的 最主要的依據是哪一項 第一個我們會先看的是 她的體重是不是在健康範圍 第二個我們會看她的脂肪 是不是在健康的範圍 第三個我們會看她的肌肉 是不是在健康範圍 我好大的認知喔 妳可以變成65.7公斤耶 我現在已經是我最肥的時候了 妳現在幾公斤 現在就48 是最肥了 是我有生以來最肥的時候 妳站起來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有生以來最肥的時候就現在 我真的很擔心 妳不要再講肥好不好 對 妳腰還滿細的啊 對 可是已經是最胖的時候 妳現在有吸氣嗎 妳現在有在吸氣嗎 妳肚子放鬆 放鬆啊 妳放鬆 真的嗎 我放鬆了 那麼扁 因為我本來就是平身的 對 我之前比現在還要在身 我現在真的很肥耶 妳只是臉大了點吧 妳臉很弱而扁 就是... 不是 就是殷痕 妳講得沒錯 妳是臉的關係 她身材是好的啊 有嗎 其實就她的那個體重來看的話 是在健康的最底標了 甚至已經在健康的體重之內了 不能再瘦了 對 真的 真的喔 變瘦真的是因為心情不好嗎 會 心情不好 試煉其實是瘦得最快 試煉的時候 可是我啊 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因為我平常食量就很大 可是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會狂吃得比一般還多 所以妳知道 吳沛珊的肥文男友是誰嗎 天王 妳想比妳肥文男友還要大牌的不多 我知道 菲哥 不是 不是 我跟誰 歌唱界 可是跟妳肥文男友有師生關係 周杰倫 對 她跟周杰倫 周杰倫 周杰倫 對啦 她跟周杰倫在一起過 真的還假的 你們怎麼知道 在周杰倫出道前 出道前又不紅 還不紅的時候沒有見過失眠 對啊 那OK 好過分喔 那時候 對啊 她就是 完全不曉得她會往目前發展 那時候她在做什麼 那時候她在幫我彈琴 所以分手是因為她出唱片了嗎 跟她發片沒有關係 什麼故事 因為我們一起工作嘛 然後那時候 音樂就是案發裡面也只有 我們兩個年輕人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們會一起去 就是看電影啊或什麼之類的 那她就是 她都是那種屬於那種毫無預警 就是會嚇到我的那種 就比如說 我們一起去看電影這樣 然後結束之後可能 邊走路邊回家這樣 然後她就會這樣突然 就聊一聊... 然後她說跟我前女友 最近真的是 就分手完全就是沒聯絡 然後突然就過來一下 就突然這樣 是不是嚇到 真的假的 可是妳本來有在期待這件事嗎 沒有 沒有 對啊 因為我 她在跟你講她前女友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妳沒有期待她馬上 會過來抱妳啊 沒有 因為其實我 我的個性真的就是很難生 就是我跟男孩子 大部分都是當朋友比較多 然後所以 有時候如果人家突然來個大告白 我可能也會被嚇到 所以她當時突然抱妳 就回報回去嗎 沒有啊 我就是愣在那裡發呆啊 所以是抱完之後 兩個人就開始越來越好 就是 對 她後來就 開始就是 猛烈 就是比較猛烈的追求這樣子 結果後來多久之後 她女友突然出現 前女友 這件事情之後 然後 一段時間之後 她突然就是 消失了 蒸發了 對 妳們不是在同一個地方嗎 同一個地方 可是很妙啊 就是見不到的人 那怎麼辦 然後也 因為我不是一個很主動的人 所以我們也沒有聯絡 可是 我是一個還滿敏感 所以感覺可能有點怪怪的 對 然後是 經過了一小段時間之後 有一次在公司遇到 我只淡淡的問她一句說 妳 是不是跟你前女友附和 然後她就 那前女友圈內的嗎 不是 然後我就說 對 有哭嗎 沒有 我是一個很愛裝堅強 我很硬 她其實在外面都不會哭 妳回去才哭嗎 對 就是心在低血 可是不會說什麼 然後 而且 最慘的還不是這個 最慘的是 妳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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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 千萬不要這樣 等一下整個原本很... 最慘的是什麼 我們在公司還是有遇到 然後有一次 我在公司的時候 因為有很多房間嘛 然後她在辦公室裡面 然後我在辦公室外面 那那個女孩子也在裡面喔 就是 是在那個房間裡面這樣子 然後她就走出來 然後我正嘴巴要走的時候 她就 又過來 妳知道嗎 有時候兩個人分手了 並不是因為不愛對方 就這樣跟我講 然後我就嚇壞 我就跟她講說 請妳把妳的手放開 因為我那時候就講了句話 我說 對 妳要小心眼了吧 我知道那個女孩子不好 她一定會受傷 哪一種不好 對她不好嗎 對 然後就是也很狠 所以我不知道那個女孩子 給她安全感在哪裡 因為她其實是一個狠狠的人 那妳為什麼不能使一點手段 讓那邊斷掉了 後來她有跟我說 因為她有問我原因 她說連她自己都覺得 這個要求很過分 很自私 為什麼我會答應 我就只跟她說一句 我希望妳受傷的時候 對 我很想哭耶 對 然後後來她就 跟那個女孩子又分開了 她跟我說的原因是 她覺得我太偉大了 然後又跟你在一起 所以她決定 要好好跟我在一起 而且她有一次騎摩托車載我 然後騎...騎在一個紅綠燈 停下來她就跟我說 佩嵩 妳放心好了 就是妳了 對啊 結果後來分手 有鬧得不愉快嗎 沒有 因為我都是很... 我只能說後來... 後來再度分開的原因是因為 那個女孩子實在太厲害了 又回來了 最後還是因為她 而且我後來在問她的時候 我就跟她說 你們又和好了嗎 然後她就說沒有和好 只是比之前好一點 這是怎麼回答啊 對 然後我就直接跟她講說 好吧 那就... 我又是祝妳幸福一句話 然後就很瀟灑的離開 你們兩個難道沒有再遇見過嗎 有啊 我那時候 要發片的時候 在練舞的教室有碰到 然後呢 然後她就是想要祝福我 終於發片了 對 所以她...我們有約吃飯 可是因為那時候她已經很紅了 然後所以我們就是號召了 一個大批人力一起 遮掩 她這裡有跟妳一起吃飯 對...一起去吃個飯 然後只是後來 又聽說真的 就是又有被拍到這樣子 對 只是... 有被拍到 只是公司有壓下來 然後所以我就... 我不想讓人家覺得我是要 有考察走紅 對 所以我... 後來就真的不跟她聯絡 而且那時候我在... 在發片的時候 也因為記者朋友們都很關切這個 問題 對 然後所以 我還因為這樣子被節目封殺 我很衰耶 我 蔡依林也有跟妳什麼過節嗎 我就是跑校園 然後那時候我是團體 團體的時候 對...可是因為我們當時的那個 記者會 就是簽唱會的時候 也是頭版燈這麼大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同台 可是我們其實有交... 就是四目交接這樣 可是我有點受傷 因為她的表情是那種 就是... 仇恨 對 就是有點瞪... 瞪我的感覺 我這個要幫她講 她真的沒有 她常常會瞪著無神的眼睛 有時候我明明在旁邊 真的不怪 這位來賓是哪位 妳有什麼事嗎 我們要幫她 最近發胖了怎麼還那麼多話 乖...來 我瞭解妳的心情 我知道被帶 然後咧 對 然後... 妳就很受傷 我就很受傷 因為我就覺得 其實這一切都不關我的事情 對啊 我明明就... 就是...這只是... 大家交朋友嘛 後來跟周欣恩 就不是同一家唱片公司喔 對 不是 那就... 落得... 就是眼不見為盡嘛 是不是 也還有就是... 彼此... 互相關心 但是... 看不見 哪有互相關心 她周...周圍的朋友 對我的... 態度都是... 還是很好 然後都是一直誇獎我 就是說... 她其實有一直在... 說我的... 好話 然後什麼之類這樣 像方文山就會帶一些 比較... 溫暖的訊息 妳是說到現在嗎 到現在 比方說八專級 好像方文山也會表示說要來啊 或者祝賀啊 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周潔倫 還是一個滿有情有意的人啊 記得她有一次演唱會的時候 那一次方文山就跟我講說 這一場無論如何妳一定要到 然後我就想為什麼 而且那天是我第一次 不是自己去看演唱會 我還揪了朋友一起去 對 然後那一次她就唱了一首歌 然後她就說 這首歌是要... 在她...紀念她十八歲那一年的 在餐廳駐唱的時候 她說... 她說的是一個客人 然後很喜歡這首歌 然後她就說 我不知道她在不在 可是我希望她在台下 然後如果她在台下 這首歌我送給她 其實是在唱... 對啊 對啊 那究竟是哪一首歌 張正月的愛我別走 對...我有看這個演唱會 真的有唱這段話嗎 有... 那妳當時有哭著聽嗎 因為旁邊有人啊 大家就這樣 不會是妳吧 然後我說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為什麼這個事情會不能講 如果這件事情被大家知道的話 很有可能 因為我也之前準備要發片 很有可能會成為大家攻擊的對象 後來有發生嗎 有被攻擊 是沒有 為什麼 沒有人相信啊 我們相信啊 而且我也一直從頭到尾 都打死不成這件事情 而且妳知道那時候我 去年三月要發片的時候 那時候 滿座的記者朋友啊 那個蘋果的很猛烈喔 就說 妳發誓啊 妳現在妳給我發誓 就是妳發誓 妳們從來沒有在一起過 然後她就拿相機出來 來 妳發誓 我要拍妳發誓的照片 可是我其實是一個很... 不想說謊對不對 對 發誓可以在底下用腳要寫錯 對啊 交叉就好 交叉 這是... 所以妳當時有發誓嗎 沒有 然後所以隔天的新聞就出來 說不能...就是我發不了誓 對啊 所以妳後來見報之後 周杰倫在打電話給妳嗎 沒有 其實我們 就是平常的時候真的就是 好幾年沒聯絡是不是 對 沒有在聯絡 她是妳的第幾任男友 如果說是真的 很認真交往的話 其實應該算是第一個吧 所以前面... 妳前面是玩過多少個不認真 不是 沒有 因為我跟大家就是交朋友啊 不可以才妳贏而已 就是妳的初戀是周杰倫的 妳贏而已 妳今天閃閃發光 沒有 可是我... 可是我個人覺得就是 因為她後來 其實不承認這件事情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我不想讓人家覺得 我是靠她曹新文 然後紅 因為我想靠我的實力 然後第二點是 因為她現在之後的那個 姿姿姐姐太多 我其實很不想要被列在 那張表上面的其中一個 如果她現在又回頭找妳 妳有可能再跟她在一起嗎 她朋友吧 也可以考慮吧 如果對方還是真心的話 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因為已經太久遠了 中間已經有太多人 可是初戀對很多人來講 就是不一樣的事情 跟後來那個就是不一樣的 其實我算是不管人家怎麼對我 其實我周邊的 跟我真的很好的朋友 他們都會很生氣 就是我談這段戀愛會很生氣 可是我都是還會... 就是我還是會... 怎麼講 就是抱持這個感覺 就記得美好的部分 對... 就是難過的事情 我盡量都不會去想 而且我就是真的很開心 她真的能夠有她的一片天 那妳將來會真的放得下說 去找她幫妳的專輯寫歌這些嗎 如果她願意的話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會來問我說 既然妳真的跟她 就是曾經有過這樣一段交情 那其實她如果願意出來幫妳一把 妳應該很快就 飛黃騰打或什麼之類的 可是我就只是默默的一句說 我希望是靠自己 對啊 其實也不一定要排斥 像宋欣妮就一直上 她一直大肆的利用吳宗憲 宋欣妮還到內地去拍廣告 也是因為以縣嫂的身分去拍 這是真的 是靠吳宗憲嗎 因為憲哥在大陸滿紅的啊 那我在大陸其實沒什麼知名度 所以在那邊變成我借著她的名 比較小意思是多久 才有機會去內地拍廣告 不簡單 然後宋欣妮就憑著吳宗憲 就去內地拍廣告 是憲哥幫妳推薦的嗎 也不是 因為一週刊都會跟嘛 那跟了之後 結果大陸都會喜歡採訪台灣的廢文 所以他們認識妳是因為吳宗憲的關係 真的是 所以不配上來完全沒有問題啊 對啊 我們是沒有在一起 但你們有啦 但妳去大陸可能會不會 所以原本一直非常承認是 講真的啦 這可以是 沒關係啦 就如果跟她取得一個 比較光明的互相理解 然後音樂上做一些合作 這個事情就會變成正面的事啊 而不會變得說 因為反正她也是有情有義 她也不會那個啊 刻意要怎麼樣跟你撇清吧 可是我現在很怕耶 我整個就 完全沒有做心理準備 然後今天來上這個 明明就是要討論 好啦 不然妳跟大家講 妳提時放多少 我怎麼跳得到 因為她竟然跟她討論啊 不要討論 先不要討論這件事 因為我個人就還滿擔心的 我知道 可是這種事是轉機 我現在一直在發抖 沛山這種事是轉機啦 就是如果能夠變得比較 大家像大人一樣的看待她 然後她不管將來邀妳 一起去唱歌或者是寫歌什麼 我覺得都是好事 而且因為妳一直表現出害怕 就覺得好像這段感情見不得人 妳如果很大方 然後兩個人還有機會合作 就反正每個人都會談談戀愛 也無傷大壓 聽起來是一段很好的戀愛 而且周俊倫也是人很好啊 就還是跟你維持友好關係啊 我們比較不理解 所以就為什麼地下情 都不能承認孫協志的事 沒有啊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 都還沒有一個確定啊 所以為什麼不太喜歡這樣去公開 看萬一講的時候 然後又分手 就是不聊私事這樣 手得這麼緊 這個也不想講 連這裡不能聊 公司我個什麼勁啊 宋欣妮 我們公司也現在說不能聊了 屁了 妳剛剛在講 對啊 我沒有 我們就打牌啊 吳宗憲拎著 豬腳 不是 那個是他帶給我們大家吃的 其實那天我們已經在吃了 因為我們跟潘潘先去吃牛排 對 然後回家打嘛 其實憲哥不是來卡潘潘的位子耶 是憲哥是卡我的位子 這要跟你最熟啊 對啊 很熟 到底有沒有牽過手嗎 沒有 怎麼可能 過馬路總會浮壓 妳改變了 妳上次被李妍瑾教學過之後 憲哥有稱讚這件事嗎 沒有耶 她好像沒有注意到 怎麼可能 因為我其實真的 我只有來貴節目 我才會慎重打扮 私底下我不太會去 就是喬一些什麼 妳講太... 妳也是什麼 美鳳來的農夫嗎 妳在講什麼 我是一下就不化妝啊 然後穿得很...就是很Sport 可是憲哥可以接受妳的新髮型嗎 很好看啊 不好看嗎 這是Andy幫我剪的耶 因為長輩比較沒辦法理解這種髮型啊 像我們會知道是滿龐克 或者是時尚的 妳會去...會跟宗憲聊 今天聽到的佩珊的故事嗎 應該會耶 他們等一下晚上又會約啦 妳要我不講嗎 我就不講啊 反正妳明天新聞也會出來啊 完蛋了我 可是妳自己對這事情的態度 就是希望就是永遠都不要提喔 還是妳覺得有一天也可以 慢慢的就讓大家知道 可能等我老了以後吧 為什麼 因為... 我覺得今天的故事 聽起來內容都還滿正面的啊 什麼演唱會 她唱一首歌給妳聽啊 這些事 可是我很怕會破壞她的 上次有一個女生 在我們節目中講了 她跟王健民的一段情形 真的嗎 台灣待不下去 妳不要下午被刪妳了 對 所以... 所以講出來有沒有覺得 就可以慢慢讓大家知道就好 下次記者問妳也不用 又不能發誓 又不能不發誓 就不用避諱啦 對啊 所以記者會說 對 以前的嘛 OK啊 勇敢一點 然後被列進表裡去 有什麼關係呢 對啊 還不錯耶 宗憲妳就一直被列在表裡 好多喔 好啦 童童妳看妳現在糟糕了吧 沒有緋文 謝謝 Junior 對 她跟Junior在一起是不是 沒有啦 只是因為剛好 Junior 丸子的Junior 對 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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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難題 沒有... 太紅了 還沒唱褲頂了 褲頂紅多了 就那時候 因為她剛好是我MV的男主角 Junior不是喜歡林... 林立文 林立對 對啊 對啊 而且我跟她真的只是兄弟 兄弟 女生都會拿兄弟當幌子呢 沒有 我跟她是真的不可能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雙魚座 然後個性又太接近 對啊 她是那種 喝完酒之後 妳真正的緋文男友是誰 真的沒有耶 就沒有 對啊 沒有啊 可是妳看有不是很好嗎 就可以這樣 其實沒有也很好啊 我只要聽別人的故事這樣 所以妳今天只能展現妳的肌肉而已 對啊 好空虛喔 妳這樣畫面很少 對啊 所以妳那時候跟周杰倫在一起的時候 她有被妳的食量嚇到嗎 通常我周邊的朋友都會被我嚇到 女生談戀愛的時候 應該要在男生面前裝的吃很少 沒有耶 我不做做的 想吃就吃 對 然後我通常很少會碰到男孩子的 食量比我大的 那妳這樣吃的時候 約會不會很尷尬嗎 通常就是 約會的時候會一直吃... 吃...吃完之後 我自己回家還會再繼續吃這樣 就是一路吃 而且因為我... 因為其實我在這個圈子裡面 其實算一算已經十年 十年多了 然後就覺得 因為一直都很不順嘛 就搞到現在就還是個新人這樣 然後所以過年那時候 又...又因為一些事情 然後心情太糟糕 導致於我現在如此的肥胖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 妳現在肥胖 就是我現在是我最肥的時候 不然妳應該是 大概42左右吧 對啊 然後 那時候 就是因為會毛起來狂吃 所以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會用吃來發現 然後會... 因為我以前怎麼吃都吃不胖 可是我發現心情不好的時候 吃真的很容易肥耶 那不就很倒楣 就是心情不好就又變胖 對啊 然後就很難過喔 就會心情更糟糕 而且她包包隨時都有餅乾 真的喔 這才叫厲害 對 我就是 嘴裡吃 手裡拿還要買 對 就是這樣 等一下妳現在還在維持體重是不是 我現在沒有耶 我昨天其實我... 我就是知道要來上這個節目 然後我就一直很緊張 我就一直說完蛋了 我現在是個大肥子怎麼辦 那我一定要克制我食量好 這兩天不吃東西好了 只有沒辦法 我昨天吃了兩個這麼大的便當 然後凌晨四點多 還跑去吃麻辣鍋吃到飽 妳現在已經徹底的 把觀眾惹毛了 妳知道嗎 第一個是周杰倫 第二個又講後面這些話 而且我覺得基本上 妳昨天才吃 根本不可能現在看到啊 可是我長期以來都一直這樣 就是我一直都... 暴飲暴食 妳是真的傳說中的 吃很多又不會胖的人嗎 對 然後又覺得自己胖 這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妳最胖只會到這樣嗎 不會再胖下去 對 這已經是極限了 陳正好 為什麼妳明星會不胖 然後覺得自己胖 這個是屬於那個一個 身體秘密局的一個概念 有些人就是認為說 她要這樣的身形 是一個最好的 但是不一定真的是如此啦 因為就... 我們還是要看到身體組成 那個配膳的部分 其實是裡頭那個肌肉量跟脂肪量 差距最大的 差距大表示... 差距大代表說她身體的組成 是比較不均衡的 不均衡 那誰是最少 最少的應該是那個... 童童 童童嗎 最健康的 其實我是健康 那丁曉晴會太瘦嗎 老實說 住在這邊四個都太瘦 太瘦 可是講真的 陳孫華 你如果看到女明星太胖 你難道不會羞辱她們嗎 會啊 就會覺得說 所以像今天無沛山這樣 你是說自己胖 可是在你眼中她還算胖嗎 其實她比較擔心是臉 就是因為她臉肉肉 你上電鏡頭容易膨脹 那身體是還好 因為還有很多機關可以喬啊 可以幹嘛 可是臉 因為女藝人最在的就是臉 背綁這裡 對 那你這邊一背綁一胖 因為很多衣服都不能穿 對 所以要到丁曉晴那樣的手背 你才會覺得是夠瘦的啊 我手背還滿壯的耶 可是她驗屍症那時候 有一次我們那時候 就晚上見到牽她的時候 我嚇死了 因為我們就好害怕會把手折斷 因為太可怕 她那時候是三十幾公斤對不對 對 她那時候砍掉 所以你覺得女藝人要維持在 什麼樣的體態才是敬業的 我覺得全部是以螢光幕 前面的鏡頭為準啦 只要好看就好 對 只要好看就好 沒有說一定要到過瘦 過瘦 可是像如果路人看到我都會說 你在螢幕上怎麼那麼胖啊 怎麼可能 沒有 他們可能是 所以又一時說溜嘴 可是他們就會說 你在螢幕上開始真的是比較 就是會做出那種很誇張的動作 而且是現在的電視都比較寬 你知道嗎 真的會把人拉寬 像莫文衛也是 她也是非常瘦 可是她吃很多 還一直可以吃兩個便當 她怎麼可能吃很多 我不相信她吃很多 她吃兩個便當 對 她很喜歡吃 陳醫生真的有這種事嗎 真的有人吃很多 然後不胖 還是他們只是在假裝 困擾敵人而已 然後他們公平就是偷偷 真的在減肥 這個大概不確定說 他們有沒有偷偷在欺騙別人啦 但是有些人真的是 在吸收上面是有問題的 像沛山說她吃那麼多 是在騙大家 讓大家都相信她 然後她自己其實沒有吃那麼多嗎 可能要寫一下飲食日記看一下 沒有啦 我吃東西 很多是因為周邊的人 全部都可以作證 然後妳會立刻拉掉嗎 還好 因為我那麼快 我比較快 她是吃了 馬上拉 然後她是隔一下子再拉 妳是現在吃 現在就拉嗎 就是大家吃完晚飯 然後大家還在聊天的時候 我就已經去廁所報到 那妳這樣怎麼能夠 好好的跟人家吃東西 妳確定有拉乾淨嗎 有喔 還是會好好吃東西啊 就是大家已經吃完了 然後在聊天 人家沒有那種感覺 我已經有那種感覺 我想要大便 對啊 可是我真的常碰到這種 就是以前 我常常跟朋友去吃吃到飽的時候 真的會碰到很多耍心機的女生 他們都會跟妳說 我跟妳一樣食量很大 然後忙起來吃 吃一吃之後就會去洗手間 吹醋 對 那為什麼要這樣害別人 我也不知道啊 就是希望別的女生都胖 讓她自己身體很好 對... 然後我就覺得自己很像笨蛋 因為我就真的一直在吃 然後大家都去吐掉 可是陳醫生這種吹吐只是 因為她想吃對不對 對 她沒有辦法壓抑那個想吃的感覺 有些人是所謂的那個 情緒性的飲食 飲食出了問題 她會吃很多 然後到廁所裡頭 趕快就把它吐出來 或是有些人吃很多之後 會去吃蟹藥 趕快再把它排出來 可是吐出來之後 你覺得真的不會變胖嗎 吃那麼多 如果真的是你一吃 立刻吐出來 當然是不會 但是她吃個之後 就會影響到她的一個消化道 而且最重要影響到的是 她的情緒 其實它是代表 她比較難以去控制自己的 不是聽說那個食道都會燒爛嗎 對... 這個是一定會影響到 因為我們胃酸是非常酸的 只要我們以前 大家只要有吐過的經驗 只要吐完 喉嚨都不舒服 很難過 妳小型 妳後來淹食針 所以是怎麼回復的 就是 然後就是一定要吃 妳不是會吐嗎 就是邊吐 邊吐 然後邊哭邊吃 還是要繼續吃 吃什麼 先吃粥 就是流脂的食物 或是麥片... 對 然後吃進去的時候 其實因為那時候 我的胃已經非常不好了 所以我就算不吃我胃也痛 就幾乎是 不吃的時候也是吃胃藥胃乳 然後吃飯 長過進食的時候 也是吃胃藥胃乳這樣子 因為妳吃東西的時候 還是會胃 還是會痛 吃一點點就會很痛不痛這樣 也是我都沒有看醫生 這樣多久才會可以吃東西 快半年 所以那半年當中 妳都有一點像是一個病人 那樣吃東西是不是 我不在外面吃 我就是一定要回家 那時候我的工作也暫停了 沒有辦法就是工作 因為我一工作 比如唱那種快歌 我就在台上狂哭這樣 狂哭 對啊 就是明明在唱之後 Fantasy這樣 然後唱唱就住在台上 就住在那邊哭了 然後是我經紀人幫我從台上 拉下來 觀眾怎麼反目 就大學生嚇一... 就完全嚇一跳這樣子 然後我經紀人幫我拉下台 然後從此就暫停了我的工作 妳又很想看那個畫面 好精采喔 要說我是觀眾多好 嚇死了吧 就很難得會看到明星這樣 是可以 因為剛常常有一句歌詞 可是有說快歌 有些歌詞 還是講感情的事情嘛 所以就受不了 所以妳們現在有很 以身為受子為樂嗎 其實我不會覺得我很瘦 我是最近因為工作比較忙 所以瘦下來 其實我是很容易胖的體質 像我在之前 就有胖到差不多55公斤 可是大家都沒有發現對不對 因為我都不上節目 我就跑到 比如說我可能到國外 就在國外就變得很胖胖這樣 她這樣子55算... 如果到了55算胖嗎 算標準 標準 對 其實我也這邊有一張照片 差不多就是... 因為都是在用畫面上的感覺 在做表情 可是妳看到照片 妳就知道真的胖 我覺得是不是剛剛有放過 對 剛剛妳看到的照片 這樣很好看啊 這個嗎 這樣多健康 這看不出來55耶 對啊 可是在鏡頭上真的 拍封面就被唱片公司嗎 這不能這樣拍照 就是我在日本的時候 我就不敢接工作 可是如果說我... 如果要拍照的話 我就可能一個禮拜 就是只吃一餐 用這樣來減肥 一個禮拜吃... 一天只吃一餐啊 一個禮拜每天只吃一餐這樣子 吃哪一餐 中餐嗎 晚餐 晚餐 對 早上還是要喝一點可能豆漿 對 讓它有點就是熱量這樣子 然後晚上吃晚餐 就這樣一個禮拜馬上就瘦下來 可是會不會傷胃還是什麼的 胃會不好 那妳幾點吃晚餐 就是...7、8點 那麼晚 差不多12點多 妳的壓力... 妳的壓力來源主要是 覺得自己在畫面上不好看 因為我曾經有胖的時候 有拍過一些照片 其實真的不好看 而且我在我之前就是這個時期啊 我是幾公斤的時候 其實妳要降到40幾公斤 根本降不下來 很難...很難減肥 所以那時候我花了很... 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去調整自己的作息時間 然後跟飲食狀況 然後才調回像現在這樣 比如說可能就42、45 這樣的一個體重 這樣拍照的話 狀況都很好 比如說我像現在 如果有工作要拍照的話 我一定把自己維持到41、42 不會再超過 陳醫生 如果有哪一位女明星 打算要當媽咪的話 應該要讓自己胖一點嗎 因為像我們還是會建議 大概是在BMI指數 是在18.5以上會比較好 因為老實說 在18.5以下的話 很多人會月經就開始亂掉了 其實這就是生理上代表說 告訴自己說 那是比較不適當懷孕的一個現象 所以他們可能都 有點混亂的狀況嗎 不一定 看個人 因為有些人是 體脂肪減得非常低的那一種 因為脂肪也有 它的一個功用在 它可以是我們的 荷爾蒙的一個潛去物 那所以有很多人在 體脂肪減得很低的時候 內分泌就會失調掉了 那這時候也是不是的反應 曾經妳有混亂嗎 我沒有 我很標準 我都算在正常下一點點 每個月都很正常 很正常 那妳的壓力來源是什麼 是要上節目嗎 其實我最怕最怕胖 就是拍封面或者是拍照的時候 因為拍照就變成說 造型師可能會要 拿衣服給我們試穿 然後有時候 如果妳真的太胖 那扣不起來 或者是它藉一個很短 然後妳這邊一坨肉 那時候妳真的就會覺得 好像要有憂鬱症 就覺得 哇 怎麼會現在才 來...已經來不及做好 妳要減肥的動作 這位穿的都適合瘦的人穿嗎 都滿OK的 像小琴就很聰明啊 譬如前面有很多皺褶啊 然後有在披掛 就妳不會覺得她過手 太薄 對 太薄這樣 那心裡就是有很多亮片的假象啊 撐住 然後裡面有些武器 我們用衛生紙 裡面到底有多少東西 有一個白白的是什麼啊 那個海綿喔 可能昨天的便當 裡面有全部 雙面膠 裡面放好多東西耶 小叮噹 像曾經那個鄭俊倫在拍有一張 我應該得到那時候 好像曬黑嘛 然後她有穿一個是中空 可是後來就沒穿的原因 因為她已經瘦了那個肋骨 會跑出來 那其實就... 那畫面會不好看 會很像那真的一鎖鼻啊 這樣的感覺 對... 所以呢 就必須要避角度 她還是有穿 可是會避角度 我覺得女生瘦到 唯一露出骨頭好看的地方 就是這邊 鎖骨這邊 對 而且是...而且已經是到 我們這邊有兩塊骨頭嘛 還是收到這邊 然後那個肋骨全部跑出來 不行 那很嚇人 就不夠性感 對 所以錢寅先生 你今天看他們四位的資料之後 你最想要叮嚀誰啊 配膳的部分是比較 肌肉跟體脂肪差距是比較大的 她應該做什麼呢 她應該要再增加一部分的肌肉 但是也許你會擔心說 增加肌肉會不會看起來比較胖 其實還好 因為很多時候增加肌肉的話 整個人看起來會更有血 所以她應該運動是不是 增加肌肉當然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就是蛋白質一定要夠 就適當良好的均衡的蛋白質 第二個就是要有適當的運動 所以如果是被結論的歌迷追著打 然後跑 跑的話 那也不會不是一個運動啊 怎麼辦 大家不用討厭我 那不然練拳擊好了 跟他們對打 對啊 我最近找到一間新的教室 其實還不錯 練練防線素好了啦 我相信大家到了這個時候 大家的就是成熟度應該都還滿夠的 好害怕 好啦 所以她只要把肌肉增加 其他就沒有問題了 她肌肉增加的部分 她整個體重也會稍微多一些 就在健康的標準之內 所以她如果可以增加肌肉是很好的 脂肪大概不太需要再動 因為脂肪一減的話 有些人就會胸部也會受到一些影響 那妳們四位會很期待有一天 不要再當明星 然後可以大吃大喝嗎 會耶 妳會啊 就是退出目前 然後變成一個胖子這樣 可是即使當路人也不需要變胖嗎 是不是還是有自然 是刻意在減肥有沒有 有啊 真的是刻意減下來這樣 所以小青常常在想這件事 就是將來要好好的吃飽 因為每次拍照 我就要再忍一天只能吃一餐這樣子 所以妳如果變成路人 妳會是一個胖子是不是 我覺得是 因為我很懶啊 有 鄭秀文講過啊 她就說如果... 她說她當女明星的這些年頭 她沒有一天是吃飽的 然後她就說如果有一天 她如果不當藝人的話 她就說她要...就吃給她胖 可是那時候小青就會 再也不希望上電視了 對 不希望 所以除非是被周刊偷拍到一個胖子 在路上走路就... 吃胖到讓人家拍不出來這樣 對 應該要這樣 然後就像王祖賢這樣 對 她還認得出來耶 所以還要再把臉變一下 所以照陳醫生的說法呢 佩珊是最需要祝福的 然後照我們的說法 妳也是最需要祝福 好啊 好 謝謝妳們四位請 謝謝 謝謝陳柏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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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